诶 下个礼拜的聚餐地点 我们来投票决定吧 好啊 投票投票 那我提议吃芋头火锅 我拒绝 呃 我 我都无所谓哦 那就通过吃芋头火锅咯 不行 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意才算成立 怎么说啊 国民法官法庭上会由六位国民法官 跟三位职业法官组成 而国民法官法规定要六票以上同意 才能认为有罪 而且职业法官与国民法官 都要有同意票犯罪才会成立 吃芋头火锅也是犯罪 所以也要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可以 蛤 那你说要吃什么呀 而且芋头火锅哪算犯什么罪啦 都可以啊 想请问一下南投地院严子安法官 国民法官是如何做出 有罪无罪的认定跟判几年的呢 有罪无罪跟判几年 都会在评议过程中进行 会先经由讨论及投票 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 如果是有罪 那会成立哪一种罪 以及要判多重 但不是有三位职业法官 跟六位国民法官吗 那过程中 他们是透过什么方法 决定判决结果的呢 现场的六位国民法官 与三位职业法官 都必须一起投票 若总票数超过六票 且国民法官与职业法官 皆最少都有一票 就会认定有罪 那决定判几年的方式 也是透过投票吗 没有错 差别只是门槛比较低 除非是死刑一样 需要达到三分之二的门槛 也就是要达到六票以上 认为判处死刑 其他刑度则是达到五票以上 过半数就通过咯 但如果决定量刑时 每个刑度都没有过半的话 要怎么办 像这种状况 就会将最不利于被告的刑度票数 算入次不利的票数内 例如15年的票数没有通过 而次不利的刑度为10年 就会将15年的票数 算入10年的票数 如果这样子以后 10年有过半数 就会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原来如此 虽然我不是数学家 但我也知道要怎么计算了 国民法官需要你的参与 全员国民法官中 一起审判 我也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